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金晨录节目太亮眼 四年前就合作过 两人都变化太多 近日 脱口秀跨年官宣权阵容 航天 体育 电竞 反诈 脱口秀五大圈层的年度代表人物奇剧 可以说热闹非凡 电视剧你是我的荣耀中 两位女演员也作为嘉宾 参加了这次脱口秀跨年 并且上台讲了一段精彩的脱口秀 他们就是迪丽热巴和金晨 同在场的嘉宾还有杨倩 苏炳天 管泽源 张志玲原永林夫妇等 看完节目 只想大声说一句大家都太优秀了 每个人都非常有梗 虽然表演时间不长 但是看得出来都是提前做了充分准备的 特别是迪丽热巴跟金晨两位女演员的加盟 让节目现场气氛更嗨了 不仅可以看美女 还可以听美女讲脱口秀 但晚 节目组也是安排了金晨与迪丽热巴坐在一起 而坐在他们俩中间的则是奥运射击冠军杨倩 李旦还特别调侃了杨倩 问杨倩是如何说服这两位坐在了C位上 没想到杨倩机智回应我可是有枪的人 一旁的热巴和金晨也恍然大悟 为杨倩鼓掌 说得太应景了 金晨这回率先上台 说了很多 最想表达的就是自己不太会说话 并且一直说错话 所以开场金晨就用舞蹈动作表达了感谢 金晨坦言今年都在拍戏和跳舞 感觉就是累 脱口秀跨年是他接的最轻松的一个活 只要话筒能出声就行 金晨还非常耿直地说拍戏对他来说非常难 因为记不住台词 一旦超过两行 就是添书了 还回应了节目中关于大口吃东西的人设 有网友质疑金晨遇见喜欢的男生就小口吃东西 遇见不喜欢的就故意大口吃东西 其实不然 金晨直接回应区区几个男人 还能耽误我吃饭了 了解金晨的人都知道 他的性子一直就直来直去 还真不会故意耍心机 这次参加脱口秀节目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就解决了多种质疑 让人对他刮目相看 而热巴这次是作为航天员的家属来到节目 刚开始或许有点紧张 还嘴瞟了 但热巴反应快 立马顺势化解了尴尬 热巴还谈到了吃货人设的问题 说你是我的荣耀第一场戏就是在沙漠 看过剧的观众就知道是乔晶晶在沙漠拍戏 于途探班的一场戏 热巴表示实际上那场戏并不像正片里看到的那么甜 而是漫天黄沙 用一句歌词形容就是你吃疯我吃沙 热巴还谈到了自己现实中对待感情的问题 跟剧中的角色完全不一样 属于被动的一方 还说到了自己被老妈催婚 包括自己理想的另一半 就是高 帅 体贴 会做饭 时不时还给他制造小惊喜 但事实上这样的好男人不好找 迪丽热巴目前单身 若是要结婚的话 那一定是值得 而金晨在节目中也提到了现在 只想搞事业不想搞感情 两人都属于事业型的女明星 还真的很好奇两人将来的另一半会是怎样 话说热巴跟金晨的缘分还蛮深的 四年前就已经合作过 在迪丽热巴 张云龙主演的电影傲娇与片剑中 金晨就特别客串了男主角的前女友一角 影片中还有金晨与热巴两人撞山的画面 当时两人看上去都还很青涩 四年前 两人的发展都还没有现在好 都属于上升期 当年热巴还带着一股婴儿肥 而金晨整体的颜值也没有如今这么精致 两人变化都不小 都可以说是蜕变了 今年 金晨又再度客串热巴的 你是我的荣耀 又是眼情敌 娱乐圈那么大 能再次合作即是缘分 在今年的LV大秀现场 金晨和热巴也被拍到同框 两人穿得都特别帅气 如今又一起录节目 不知道私底下两人的关系如何呢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